2019南投温泉季将于16日起盛大登场 县府在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 由副县长陈振生主持 公开宣布一系列的活动 首先由北港溪泉区 11月16日大头镇抢先开幕 接着东浦温泉区 23日接续登场 最后浦里温泉区 在30日压轴登场 陈副县长各温泉区协会理事长 与身穿浴袍的正妹直播主 一同邀请全国民众共襄盛会 体验文明全国的南投好汤 2019南投温泉季记者会 由泰亚度假村吉乡物阿泰与阿亚 以及民族舞蹈团精彩表演揭开序幕 陈副县长 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李吉田 东浦温泉区旅游促进协会理事长 谷道宏 北港系温泉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李浩伟 分别介绍各温泉区优惠活动 并一同进行启动仪式 象征温泉季准时到来 现早黎明珍指出 一年一度的秋冬温泉季即将展开 南投现有北港 东浦 浦里三大温泉区 温泉性质主要为碳酸氢钠泉 属于中性温泉 有美孚以及促进血液循环作用 欢迎全国各界喜爱温泉的朋友到南投泡汤 现在冬天又到了 那么南投现有三大温泉区 就是我们的北港温泉区 还有这个东浦温泉区 还有浦里温泉区 我们有三大温泉区 要来提供给全国的民众 在冬天来泡温泉是最失误的 那么我们从十一月十六号开始 要来推动温泉区 欢迎来自我们全国的各界好朋友 喜欢泡泉的 赶快利用温泉区 到南投现我们三大温泉区来泡澡 有优待 同时也有套餐 来提供各位来享用 相信南投现的温泉 都是碳酸氢钠 品质相当的优质 你来泡的时候 你会皮屋会变白 你会变得更漂亮 县长在这边结层的欢迎 各位喜爱泡温泉 赶快到南投县来 三大温泉区 提供最失误 最美 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设备 来提供给你们来泡泉 陈副县长表示 南投温泉区自2003年起 已经举办17年 3D温泉业者推出的活动各有不同 深受大众喜爱 只是活动特别配合交通部 观光局推出的秋冬旅游补助方案 欢迎大家到南投享受秋冬旅游的乐趣 三个地点景色以及享受方式不同 这是最佳的一个疗愈 以及施展身心的机会 我们非常欢迎来自全国过地的 爱好泡汤的旅游大众 来到南投慢慢来分享 我们将近两个月的一个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结合 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的一个秋冬的 秋冬游的活动 所以做了一些主要来注释 就可以享受泡汤的乐器的一个活动 相当值得大家来慢慢享受 应该是值得的 所以欢迎社会大众尽量来到南投 来享受我们秋冬旅游的一个乐趣 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李吉田表示 16号北港溪温泉季开幕时 游客只要期待身份证 都可以在11点前免费入院游玩 享用北港溪美食 同时搭配政府推出的秋冬旅游障爱 又可以享受免费住宿优惠一举素得 南投县的温泉季一向是全国之首 所以每一次的温泉季 大概都推出非常优惠的一个专案 那么例如我们在这个11月16日 在这个北港溪温泉区 就祭出了免费的这个泡汤还有游园 那么在11点以前来参加 我们南投县的温泉季开幕 就可以免费来入园游玩跟这个泡汤 还有可以品尝我们这个北港溪的这个美食 这个咖啡 那么同时在配合今年的秋冬专案 那么泰雅度假村这边也特别推出了免费住宿的部分 只要搭配我们秋冬的旅游 只要拿了身份证 就可以到泰雅度假村这边来免费的住宿 本次温泉季除了许多业者推出限量时速优惠 自由行旅客平11月1号到12月31号 旅游业者开地的住宿凭证 正面需要有旅游业者店章 可到配合的温泉业者大中持免费泡汤 无大中持者 则可提供汤污折抵200元每房限用一次 想规划旅游且泡汤的朋友 赶快把握这次的好康优惠 到南投享受一场远汤之旅 居者蔡淑琪 县府采访报道